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待这些新闻 其实如果你那么想念我 或是那么想念我们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你换了电话换了LINE 换了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反而透过空中或是媒体这样子去讲 毕书近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曾经恨过同门师兄弟陈诗安 离开公司时的不告而别 陈诗安18日深夜在自己的IG发文声明 联络方式并未改过 从来没有接到B的联络 间接反驳了B的已读不回 今天那个新闻压到你的脸是 联络不到你 有一些其实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对我来说我很在意的是恨 就是他说有点恨 可是其实毕竟我们在离开的时候 也很和平的大家都有在聊 而且多人还请我一起吃饭 那么我很喜欢吃麻辣薄 他们还带我去吃满糖 所以其实我印象都很深 那买糖红毕书竟有去门的 有啊 OK啊 有啊 陈诗安19日参加一期直播 静音讲时对于这件事情表示 在看到B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 有一点恨 他也坦言因此失眠一整夜没有睡 但是心情很沮丧 因为今天这个工作 我原本想说要很完美的表演 然后昨天我去参加很早睡 结果我一直失眠到 因为两岁 很担心我的身影会失神 希望两人的误会能够尽早解开 毕竟就如陈诗安所说的 我不希望以后 我们会懂事在BK 只剩下陈诗安跟BK 我觉得这样子太遗憾了 所以这其实主要是我 最受伤的而言之的